我们继续学习 三十二是太极拳的 该学习有一个独立的 这也是我们高潮阶段 我们从这个驴脊式 驴脊式完了之后 接下来是有一个拍脚 拍脚是一回身 这个脚可以微微的内扣 上下分掌 二提膝和抱 三拍 拍脚主要是把脚提起来 然后用脚面去找手 而不是说是手去拍脚 手指是这样 啪一拍 它是这样 提脚去找手 它们两个在这做一下 至于我们不要模仿我 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呢 也达到一个锻炼的结果呢 是这样 一我们可以回身 微微的内扣 二提膝 提膝不需要提得很高 我们提膝 或者如果提不了 这个还可以这个脚落地 钉步也可以 拍脚 拍不到脚之后呢 我们拍大腿 拍膝盖 拍什么都可以 这样就行 但是一定要是这个脚踢出去 拍就行了 这个叫拍脚 拍脚 好 那么我们连起来做一下 好 请放音乐 好 预备 现在是 体身锤 驴脚 驴脚是 一 它的方向呢 都是斜的 然后第二个 左斜前方 好 今天的拍脚 一 回身 微扣 上下分 二 提膝 合抱 三 拍脚 拍脚的方向呢 也是这个 斜的方向 左右斜前方 好 我们做完 接下来的发力的动作呢 就做完开脚之后 接下来落脚 好 音乐请听 好 先练到这儿吧 好 好